中學的情況更嚴重的是什麼呢 因為父母已經管束不了 他們沉醉於社交網絡 但事實上他們沒有真正的朋友 現在他們處於很驚恐 我在差不多臨服課之前 因為我本身只是做專科 因為COVID真的很多病人 我就幫忙看看普通科 讓他們可以在病房等醫生 剛巧就看了一個15歲 品學兼優 年年考第一 就只是濕疹來看我 但來到我一看就知道他不是濕疹那麼簡單 問兩句就飆了眼淚 媽媽都不知道他做什麼事 原來他的心裏就是兩三年的疫情 他認為自己回到去不能再考第一 這些壓力都是你不問你不知道的 去到一個地步 原來他已經有一個輕生的念頭 父母都沒有察覺 那個就是看濕疹的討論 濕疹都是因為情緒引發的 其實就是他本身有濕疹 但是他再來就說他天天都要問哮喘的樣子 再問多兩句 不是真的哮喘 是panic attack 焦慮 焦慮 嚴重焦慮 對身體上的攻擊 用了一個多小時跟他聊天 就用這個認知行為的方法 逐樣跟他拆解 是否今天讀不到就代表他日讀不到 是否現在覺得不行 將來一定不行 是否不考第一就代表你進不到大學 逐個問題用他去思考 媽媽就一直聽 那時候也有點擔心 需要入院的了 但是他堅持我可以回家 媽媽又覺得去看著 很緊張 我都怕 一個禮拜後再見 媽媽說他好了很多 他想通了 那便回學面對到 也都做得很好 所以在疫情期間的青少年人 我這樣說 幼稚園小學都還靠父母 覺得他情緒波動來找我 都還會找到人 因為父母撐不住 還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去看見一個小孩不行 但是青少年人看不到 他們藏起來很厲害 還有沒有地方宣洩 和父母一向的關係已經不去到 每次都說 已經脫離了那個階段 沒錯 所以如果你問我 疫情期間 兒童的情緒 這條問題很大 如果你分年齡組別這樣看 青少年那班 是最擔心的 然後小學以下那些 會影響發展 影響將來的路 但不是說不能回頭 但是青少年那班要小心 為什麼開學 我們發現有這麼多人 可能已經自行短見 都是這班小朋友 就是因為他們真的 困在自己裏 那個社交媒體不是真實的 很多時候幫不了 反而有時候幫倒忙 沒錯 很多時候我們都說 在網絡世界裏面 大家說的話 很多都是基於自己一些主觀概念 有時候完全是脫離了現實 又不能夠由專業的角度去給到意見 很多時候反而令到有問題 想求助的人 還走到另一個極端點 都是的 還有他們很喜歡猜想 其他人那句說話的背後意義 這就是年輕人 譬如我講了一句說話 在社交媒體 這個同學就講了這句 這個同學就講了這句 然後他們就會猜疑 究竟他講的時候 背後在想著我些什麼 然後這兩個同學背後 有沒有一起合起來 對付我些什麼 這樣造成了很多這些黑洞 其實焦慮是這樣 我越不知道我就越害怕 這樣就滴在黑洞裡面 所以這些社交媒體 其實當然如果家長察覺得到 有些正面一點的 discussion 討論是會幫到他們 但問題是這樣的 我們的教育制度 由小學到現在已經初陀 到父母關係很少是這樣 多數都是緊張他們的功課考試 沒有了關心他們的新心靈發展 沒錯 這個我覺得是幾可悲的一件事 真的 所以去到中學很多時候家長 你很難看到他們社交媒體 在做什麼 社交媒體上做什麼 因為這些小孩子 其實不想讓你知道 他們自己想有自己的世界 不想家長牽涉進去 避得就避你 所以你看都未必可以看 就算讓你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大部分家長都未必懂得處理 是的 可能會罵 可能會逼他不要再去做什麼 而不是去了解他為什麼會這樣做 沒錯 不是用一個朋友的方式來跟他聊天 其實去到青年我們都說 已經不能當成長輩這麼簡單的角度 我不會跟他講話 提出名令 給他們所謂的指示 是的 而是我們應該需要聽他心靈 講人講的話 這些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家長 都不會做這些事 也是的 家長總覺得自己 人生越來豐富 我給你的指示 就不想你走過冤枉了 其實家長沒有想到 現在的年輕人如果用智慧來評估 比我們更高級的 想法 學習 我們只不過是多了他幾十年人生經驗 都未必是好的人生經驗 但是現在有時候不明白 你自己的人生月曆是因為你有挫敗過 你現在不讓他挫敗一帆封信 其實他不會學到你的東西 這些人真的要理解 所以不能夠說 我覺得你應該是這樣 其實應該反過來 你覺得想怎樣 這句話就改變少許主體和副者 已經可以處理到很多問題 其實有時都跟家長做講座的時候 我都跟他們說 你們想一想 你們年輕的時候 你們想怎樣過 你當時不喜歡父母什麼 其實很多時候你們現在走回父母那條路 為什麼要同一樣的錯誤再犯呢 當然他們都會很多時候說 我不想他們好像我以前那樣 不聽父母說 原來父母是對的 我說你當時不聽 為什麼你覺得現在的小朋友會聽你說 就是用同一個方法去處理的時候 所以希望他們用多一點的角度 在青年人想事模式的角度裡面 去跟他們聊天接觸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就算是很重要的 都會很重要